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杨 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亚利桑那州的梅萨市 这座城市正在迅速发展并有望成为该州第二大城市 梅萨市不仅是高科技工作的中心 还是一个大学生和美食爱好者的天堂 即将到来的市长选举将在11月举行 两位候选人Scott Smith和Mark Freeman都具有丰富的市政府工作经验 这场选举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香港金融界的新动态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和科技园区数码港 严首推出了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l Ishaar计划 在促进该技术在银行业的应用 这个沙盒计划将为银行提供一个风险可控的框架 来实行他们的General Ishaar计划案例 并提供技术支持和监管反馈 这一举措有望在银行业、科技和生命科学等多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我们来看看石油行业的重大突破 雪佛龙公司成功从墨西哥湾的Anchor项目中抽取了第一桶石油 特标制住石油生产技术的一大进步 该项目使用了特别设计的设备来安全地开采超高压油田 这一新技术有望将多达50亿桶以前难以开采的原油投入生产 这可能使墨西哥湾的石油产量达到新的高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DFUS报道 亚利桑那州的梅萨市正在迅速发展 正逐步接近图森市 除了人口增长外 梅萨市还在高科技工作 大学生和美食方面打造独特的城市身份 今年来首次市长迎来首次市长选举 候选人包括现任市议员马克·弗里曼 和前市长斯科特·史密斯 弗里曼代表第一区曾在梅萨、消防和医疗部门服务31年 而史密斯则是前梅萨市长和弗里曼代表的前CEO 当前市长约翰·贾尔斯以温和的政治立场著称 他被这两位候选人的评价也备受关注 伊南密度香港金融管理局HKM和数码港合作 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l Ishar 以促进该技术在银行业的应用 同时降低潜在风险 HKM总裁于伟文通过II生成的虚拟形象 在发布会上表示 低沙河将帮助银行在风险管理框架内 试验其创新的General Ishar应用案例 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监管反馈 数码港执行董事朱立桥强调 随着I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和有影响力 必须确保其罗利开发和部署 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指出 General Ishar在银行业的全面实施 可带来每年2000亿至3400亿美元的价值 香港的金融机构在采用General Ishar方面 领先于全球其他市场 约38%的香港金融高管已经开始推广这一技术 《环球邮报》报道 一项新的钻探技术突破 可能使多达50亿桶以前无法开采的原油进入生产 雪佛龙公司宣贵项目首次从2000磅每平方英寸的超高压油田 开采出原油 对比之前的任何油井压力高出三分之一 该项目使用了AnnoFural Gluck Translation N公司设计的特殊设备 研究公司伍德·麦肯锡的分析师乌索罗表示 这些超高压油田将成为墨西哥湾生产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BP公司也在开发自己的高压技术 预计能够开采100亿桶已知石油资源 包括巴西、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在内的多个高压高温油田 也将授予于这一新技术 全球已知的油气资源中有超过50亿桶 可能因此得以开采 《环球邮报》报道 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在本季度的净迷润超出预期增长了6% 主要得益于对i服务器的强劲需求 富士康预计i服务器的需求将继续推动第四季度的增长 并表示其了i半导体领导者英伟达的GB200芯片的开发进度按计划进行 预计将在第四季度开始小规模交付 并在2025年初增加交付量 富士康副总裁兼发言人吴永钱 强调了公司在i服务器市场的领导地位 但全球市场份额的40%以上 他还透露 富士康正在与两家日本传统汽车制造商进行谈判 计划在今年内达成协议 以复制其在制造iPhone方面的成功 进军电动汽车业务 《南华早报》介绍了Sindia的助理兼好友 坦内尔·阿普林的故事 对位39岁的助理 如今也在好莱坞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在与Sindia共同主演的电影《挑战者》获得好评后 阿普林还出现在与网球传奇 罗杰·费德勒合作的广告中 在此扮演他标志性的空中网球比赛裁判角色 受家庭事务中的史蒂夫·乌尔克尔启发 他决定有一天也要像史蒂夫那样表演 阿普林最初是Sindia在迪士尼节目开 卧底中的替身 后来成为他的助理 并与他的家庭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阿普林在Instagram上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 表示他将不再隐藏自己 而是迎接新的职业挑战 兰华早报报道 梅塞·德斯奔驰与字节跳动旗下的云计算部门火山引擎达成合作协议 共同探索大语言模型LLM生成式人工智能 加入了爱河大数据技术 双方将合作将字节跳动的LN技术 应用于梅塞·德斯奔驰在中国的车载系统 旨在使未来的虚拟助手更加智能和知识渊博 并改善语音系统的响应时间 扩展语音交互导航和娱乐的用户案例 梅塞·德斯奔驰表示将继续加大在中国的研发投资 并深化于中国领先科技公司的合作 这项合作使于2023年当时字节跳动的火山车 予以应用在梅塞·德斯奔驰一级长轴距车型上推出 此次合作协议签署一周前 北京市批准梅塞·德斯奔驰在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上 进行四级自动驾驶测试 使其成为首家获得此许可的国际汽车制造商 安娜·玛丽·坦德勒 喜剧演员约翰·乌拉尼的前妻 在她的新回忆录男人称她为疯子中 强行描述了她在离婚前的抑郁和自残经历 坦德勒在书中揭示了她曾经写过一封自杀信 这封信充满了毒液和愤怒 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抑郁和无尽的焦虑 她最终选择了寻求专业帮助 并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一段时间 期间她的法国斗牛犬不称严 成为她唯一的生存理由 坦德勒在纽约大学获得了时尚和纺织史的硕士学位 并对灵性有着浓厚的兴趣 汤姆·哈迪再次证明了 她不仅是一个轻松酷炫的人 也是一个平易近人 讨人喜欢的人 在《独夜3》的拍摄现场 哈迪与工作人员开怀大笑 并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剧组的感谢 哈迪的妻子夏洛特·莱莉也是一名演员 曾在2009年的《呼啸山庄》中与哈迪合作 并在2017年的BBC改编剧《查尔斯三世》中 扮演凯特·米德尔顿 莱莉创办了一家名为Wonderworks的公司 为电影和电视制作现场的父母 提供儿童看护服务 哈迪和莱莉有两个孩子 哈迪还与前女友有一个儿子 加拿大撑肝跳运动员艾丽莎·纽曼在巴黎奥运会上 为加拿大赢得了首为田径奖牌 之后她在观众面前跳起了扭腿舞 纽曼曾是体操运动员 但在13岁时因背部受伤 转向田径运动 她目前保持着加拿大女子撑肝跳的多项记录 并在里约2016年奥运会和2016年奥运动会上 取得了优异成绩 而在2021年 她在一次比赛前受伤 导致严重的脑震荡 并在东京奥运会上表现不佳 经过医生的治疗和呼吸练习 纽曼逐渐恢复 并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了成功 米纳米·豆沃 中国军方科学家 开发了一种创新且经济高效的隐身涂层 可以同时实现雷达和红外隐身 大大降低使用多种检测方法的防空系统的拦截率 以色列著名的铁穹系统 使用雷达检测无人机或弹道导弹 然后发射配备热追踪传感器的导弹摧毁威胁 京的中国隐身涂层价格低延 只需使用普通的工业设备 如在中国在线购物平台上 售价不到5万元人民币的激光加工机 黑涂层只需要铁这一种金属 铁不仅便宜且制备工艺简单 涂层的最外层是纯铁膜 厚度仅为100纳米 实验室测试显示 这种复合涂层不仅能有效吸收电磁波 还能将红外信号强度降低80%以上 这显著增加了现有防空系统 检测小型飞机的难度 尽管研究团队在论文中详细描述了生产工艺 但省略了一些关键信息 以防其他国家复制该材料 对军民两用无人机组建和技术的出口管制 但乌克兰军队声称这些措施 并未阻止他们获得中国产品 接近在做赶贝雅虎美工大学橄榄球队的谢里丹 威尔逊在其早期职业生涯中感到被忽视 对于他在俄克拉和马州立大学的哥哥普雷斯顿 威尔逊的经历类似 谢里丹在其红山军二年级时没有上场机会 但他的哥哥普雷斯顿在红山军一年级时就获得了首发机会 并在过去三年中出场37次 德州理工大学的新进攻线教练克莱·麦库尔认为 谢里丹耐心等待机会的做法带来了回报 外施景赛做准备 麦库尔认为进攻线球员通常需要几年时间准备好上场 而谢里丹在春季训练中没有错过任何一次练习 最终在深度途上名列前茅 谢里丹表示他的目标是成为首发球员 并帮助红突袭者队赢得大12联盟冠军 尽管兄弟俩将在11月的比赛中对阵 但普雷斯顿总是愿意帮助谢里丹渡过难关 《独立报》报道 留住顶级采购人才的关键在于为他们提供 能够提升而非阻碍其表现的技术 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商业采购决策 并为内部客户增值 采购专业人才非常强熟 猎头公司常常试图将他们的才华和经验带到其他组织 研究显示36%的专业人士考虑过因为技术体验差而离职 14%的人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 传统的RP系统复杂且过时 使得日常任务繁琐且耗时 现代采购生态系统可以简化采购流程 提高效率和用户体验 进而提升采购团队和内部客户的满意度 投资于员工培训包括新系统的培训 是留住人才的有效方式 研究发现 94%的人更有可能留在投资其学习和发展的组织中 技术的改进不仅能提升采购团队的工作效率 还能通过机器学习预测未来需求和价格 帮助企业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提供用户友好的采购工具 对于保持业务顺畅运行和竞争力至关重要 《纽约时报》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正在讨论一项可能对人工智能 这时限制的法案引起了硅谷科技公司 投资者和活动家的关注 这项名为SB1047的法案 若获得通过 将要求公司在发布强大的技术前进行安全测试 并允许州检察长在技术造成严重损害时 对公司提起诉讼 尽管反对者认为这将阻碍技术进步 但支持者认为这是防止灾难的重要措施 谷歌MateNet not traffic和OpenEye等主要 Eye等主要该法案的约束 这可能为其他州和国家政府树立先例 在《纽约时报》另一篇文章中 巴西土著作家艾尔顿·克雷纳克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书展上发表演讲 强调人们过于依赖技术而忽视了自然和传统生活方式 他的新书《祖先的未来》主张通过回顾过去的生活方式来应对当前的环境危机 克雷纳克作为印第安人权利活动家和哲学家 近年来因起关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观点而备受关注 他的演讲和书籍广受欢迎 改变了许多人对自然的看法 《独立报》报道 便利店在全球范围内的年增长率达到9% 显示出强大的韧性 法国的Casino集团通过其子公司Relevancy 利用数据创新提升便利店的客户体验 Relevancy创建了一个数据中心 整线了一个数据中心 整合了客户数据 销售数据和广告数据等 提供精准的商业洞察和个性化促销 通过这种方式 Casino集团不仅提高了销售 还增强了客户忠诚度和品牌知名度 展示了数据在零售业中的巨大潜力 降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心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小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智库 中文字幕志愿者 FieldBo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